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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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很棒 然后它颜色刚好跟我黑的 就像相得益彰 我煎了一条鱼要给你吃 这个是黄鱼 你知道 你看 现在怎么有黄鱼 有 我特别去找的 而且我很早就来煎 你吃吃看它的味道 这肉很厚 黄鱼现在要找肉这么厚的 其实很不容易 很Q QQ的对不对 你看这胶纸多厚 而且很冷掉 这肉很香 很甜对不对 这感觉像野生不像养殖的 对 我看你最近这一只胸肥 这个身体比较好 好香 而且它的鱼油的香气很醇厚 鱼油香气很醇厚 做得很好 就是这样 你看它现在冷掉吃 那个肉质还是很细致 很好吃 完全都不行 这哪里的 这应该不是养殖的 这个其实是 养在马祖北方 外海十公里 对 当然养在海里 那怎么 养在海里 为它吃什么 都没有为它吃吃料 就是让它在一个天然的环境下 我们讲原生菜的养殖法 就是让它在原生菜的环境之下 然后富裕它 你懂吗 重新好像在大海里面 然后去养殖它 没有给饲料 也没有给那个 就是我们那家 所以它就是吃海里的东西 对 没错 难怪味道这么单纯 没有那种饲料味 它都吃天然的食物 很好吃 这个就算是凉了 都很甜 很香 很甜 特别煎来给你吃 你看你一直吃一直吃 就知道它有多好吃 我吃鱼很挑的 对 所以你看这黄鱼很棒 而且现在要找到 好吃 这么好的黄鱼 其实很不容易 对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就要用这个黄鱼 来教大家做一道菜 今天用这个在海里面放牧 对 随便它跑的鱼 对 黄鱼 然后它这个是吃天然海里的东西 没错 浮游生物 小虫花 小虾 养大的鱼 要做什么 大家看一下这个黄鱼 在这里 要做什么 香煎黄鱼一叶干 黄鱼一叶干 刚刚吃到的黄鱼 其实它是一叶干 它已经做好了 是一叶干 对 其实黄鱼在市场上 如果你买到整条的 最怕其实黄鱼它 因为它比较不耐放 对 因为它肉细很容易烂 很容易烂 有时候买回来 你在市场上很贵 那买回去怎么 冰箱一拿出来 市场都退冰 对 整个就变形了 所以我去找到这个 它把它做成一叶干之后 其实你要再处理 然后就比较容易 你要去烹调 也非常方便 你在市场买也很好 但是你就是要 不能够再冻 你要那一天就吃掉 没错 而且你看这个鱼一叶干 它有经过一点点盐漬 一点点 那盐漬其实也可以像 带甜味 更有甜度 然后更软化 而且这满适合小家庭 现在鱼太大之外 很头痛 对 这个其实这样子 我觉得我一个人 就是吃一只 对 一个晚上 一人一只 而且你看这个 很漂亮 它的眼睛 眼睛很亮 明亮的 对 把它稍微吸一下它的水分 好 好 要闻一下 对 你没有腥味 就是一个很天然的海味 有一点盐味 对 海味 如果你去过马祖 你闻一下 你知道它是马祖海味 因为它可能冰在冷凍里面 多少一点水 你简单地把它表面吸干 因为鱼 你把它擦干这个表面 你等一下煎的时候 比较不会油爆 对 好 我把它吸干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来煎它 好 其实黄鱼它本身的一个油脂 也是算是丰厚的 但是我们还是用一点点的油 去引出这个黄鱼它的香气 好 好 它这个鱼油真的蛮香甜的 嘴巴大概甜甜的 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吃完之后 指味丰富 对 你这样子抿一抿 嘴巴在甜甜 就很像在吃那种高级日本料理的鱼 吃这种鱼叶干 这种烤鱼 你看这样日本人 他们在做的时候都是这样小小的火 所以我们一样小小的火 所以我们一样小小的火 先把这个肉面朝下 好 你就听到这样 叉叉叉叉的声音 我们就轻轻地把它放下去就好了 煎鱼不要急 因为如果煎鱼太急的时候 可能里面就会没有熟透 对 鱼反而是让温度慢慢上去的时候 让汁锁在里头 等一下剥开鱼肉的时候 它是最香甜最好吃的 对 好 我们把它火稍微小一点点 两面我们其实像这样子鱼的厚度 两面大概一定要各煎就 4到5分钟左右 好 4到5分钟 对 这边我们这样子放一下 好 不过它这个相对已经是比较快 因为它已经是变一半的厚度了 对 它变一半 其实如果整条回去 我们可能就会磕花刀 磕什么的 有时候鱼不好煎 但是在鱼叶干还有一个好处 是因为它经过这样风干之后 皮跟肉都是比较紧实的 比较不会开 比较不会煎的以后比较不会散掉 成功率很高 对 这个其实就是最适合家庭料理的鱼 对 这个时候 就黄鱼的味道就出来了 你看 那个鱼的味道 而且黄鱼爱吃的人非常非常多 但是现在很难买 不好找 而且你刚刚说的没错 这一下去就是那个黄鱼味 就是那种姜色小管里头的那种 对 以前我们都要煎到边边酥酥的 对 我们就这样 让它慢慢来煎 好 凉面四 五分钟是不是 对 我们让它煎一下 好 稍等一下 你看 你看 好香 这黄鱼特有的香气 以前下午四点半 下课有没有走回家 就这个味道 就这个味道 就隔壁都在煎这个鱼 所以黄鱼就是现在 为什么这么少 因为大家都爱吃 真的 都被大家吃光了 你看这样黄鱼就是煎到这样恰恰 而且你看到它旁边的油 很干净 黄鱼这个高鱼 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感觉 好 其实这样煎 我就先把它盛盘 你看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们先把它拿起来 它现在恰恰 先把它吐一下 这样就很好吃了 把它盘子上 今天就要教大家 它其实黄鱼它的味道是非常的纯 非常浓烈的 那是说鱼味比较重 我们教大家简单做一个酱料 来配我们这个香菌 还要做酱料 对 很简单 我们这边这里有姜丝 姜 嫩姜 味道比较清虚一点 比较不会那么重 对 这是红萝卜丝 红萝卜丝 对 红萝卜丝 把它放成 你不用那么多 一点点 再来 黄瓜丝 这个黄瓜丝 把它丟下来 这时候我们先加一点点糖 糖啊 对 一汤匙的糖就好了 好 一汤匙的糖 今天好要再沾这个汁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黄鱼 它是非常地咸 醇厚 我们其实加一点这种蔬菜 这种蔬菜湿 让它有一种清爽 蔬菜的甜 对 然后我们刚刚有讲了 这个黄鱼其实它就养在一个 非常干净天然的环境之下 对 一般黄鱼的话 如果养着会有个味道 对 那我们就不用配那种 太多余的酱料 我们现在就简单的 甜点的蔬菜湿 那为什么要先加糖呢 我们先让这个糖 让这个蔬菜稍微有点 出现这个水分 因为盐会脱水 那糖其实也可以让这个 有点脱水 对 让这个食材能够脱水 好 接下来我们有两个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这是 这是什么 看不出来是不是 这个是 看不出来就是秘密武器了 这是什么 剝皮辣椒嘛 对 这是剝皮辣椒 这个是什么 柠檬汁 现在才闻到 加一点柠檬汁 这个剝皮辣椒丝 我们也把它丢下来 加剝皮辣椒丝 因为它这样甜辣甜辣的 然后再加一点柠檬汁 柠檬汁 对 我的柠檬汁 为什么我刚刚闻不到 加一点点的酱油就好了 一小匙的酱油就好了 好 这样子把它拌一拌 好 这个其实你可以这样现做 这样子就用沾的吗 对 它就是可以挖着吃 挖着吃 剝一块鱼 然后剝一点蔬菜 吃得不错 而且其实我们常常吃那种 健康的东西 感觉都是那种西式的沙拉 对不对 其实你看这都全部都中式的食材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很丰富 完全不一样 这个不错 就这样很简单的 可是你看其实这样子就是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它就不一样了 对 趕快来吃吃看我们这个 算是放养 自由自在的黄鱼 对 甜 就是黄鱼 对不对 很明明是它那个肉质 非常地细致 它的油脂好浓 好细 它一片一片的有没有 我们刚刚也没有加盐巴 它就有那种鲜味 它本身就有 一片一片 然后中间有这个一丝一丝 对 好怀念 这时候还有记忆的味道 对 来 鳳姐吃吃看 加一点点 我们刚刚做的这个 台式沙拉 吃吃看这个 来 加一点点黄鱼的感觉 吃吃看 配在一起吃吃看 就要加太多一点点 它刚好它的油香味 合在一起的时候很棒 它有点辣 它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有点那个鲜味 那个蔬菜的鲜甜 没错 配上这个鱼 好吃 好吃 热也好吃 人也好吃 对 油脂的香气很丰富 对 非常好吃的黄鱼 因为没有吃任何的饰料 所以它没有奇怪的味道 对 好久没有吃到 黄鱼本人 真的 真的 太赞了 谢谢 这就是该有的味道 当地之外 順天然 没臭味的黄鱼鱼夜干 可以变成什么样的好料理 这个黄鱼夜干 它其实是非常地珍贵 为什么 因为它一捕捞上来之后 马上就进了迪汶工厂 然后进迪汶工厂 这个其实它有独门的一个酱料 有一个腌汁 泡完之后 完完全全在一个十路锡之下 然后我们做一个冷风的干渣 整个十四个小时 所以其实它是 在海里没有污染 起来之后也没有污染 然后整个过程是保存得非常好的 然后在急出冷冻 对 没错 然后非常地新鲜 所以它的风味 或者是它给予它的添加的味道 它的口感全部都是一致的 太赞了 那今天还可以用这个黄鱼做什么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 黄鱼夜干的 我们来做一个黄鱼豆腐包 千滚豆腐万滚鱼 那条鱼肯定是黄鱼 没错 你看这个黄鱼 这个黄鱼 漂亮 而且你看那眼睛 亮 对 颜色 这绝对是真的黄鱼 好 我们把它放着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夜干 我们就沿着它这个 切过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切成块就好了 就它这个中间 这边是肚 肚子 我们这肚的地方比较软 我们直接先把它对拌 然后这边你看这起 这好的黄鱼 这个起是黄色的 我们把它这样切成块 千滚妈妈 如果你跟我一样 用刀没有这么灵活的话 剪刀 用剪刀 其实这个鱼因为非常地细致 因为它已经剖这样子 你就这样剪过去就好 跟剪布一样 你知道吗 就直接这样切就好了 这个直接切下去 稍微一按就好了 叫一下搭刀工 不要拉太远 用一下这个刀根的部分 稍微这样按一下 就开了 就有一个撕力 它就开了 因为我们的鱼非常地细致 这样就好 黄鱼好切 好切 好切 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鱼 拿下来煎香 煎香 对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饱 这个 要把那个鱼油的香气递出来 对 它那个底蕴就很重要 好 我们一样下一点点的油 不用太多 对 待它就好了 大概一汤匙就好了 好 我们先把这个 头部分先下来煎 正经用就是你不要太热 不要太热 对 不要太热 尤其是我们像今天在煎的房间 要知道那个油的发烟点 对 把它往下放就好了 我们节目都讲了 对不对 十年了 如果都跟着我们 跟我们做会大人的 都知道了 这时候一样 不要急 这鱼就是这样子 小火把它煸香 让它这样表皮酥脆 然后它这个油脂酥性 而且滑韻就有这个好处 你不用怕 对 它不会老 对 对不对 就是你煎久它也不会老 对 而且我们尤其等一下要来做饱 它那个就是它耐煮的 它很耐煮 我们煎的时候第一 我们就是要让它那个香气更加上沉 再来就是让那个鱼的油脂 能够再显现多一点 这个一煎下來 你看 那整个锅子就是黄鱼味 就是那个特殊的黄鱼香 是迷人 对 没错 我们这样 好 这样从锅 其实它旁边有一些鱼油出来 对 我们就来煸香我们其他的调料 好 这边我们准备了一点的 培根 腊肉 腊肉 准备一点腊肉 因为我们希望它能够有一种 现在秋冬了 有点腊肉的味道 对 这种风味 风味 这种我讲的那种风 吹过去的那个风味 腊肉也是风干的 风味的一种 对 所以我们把相同的东西 就放下来这个腊肉 而且这有肉 有鱼 有陆上 有海上 鲜 就产生鲜 我们利用旁边的这个鱼油 去煸炒一下这个腊肉 小火的去煸炒 腊肉本身也有油 它待会也会釋放出来 我们就小火的去煸炒它 好 这个鱼我们可以先把它推一边 这个鱼头也差不多 我们先把它放边边 先把它推一边 让这个肉上去 接出更多锅面 对 接出更多锅面 我们就一个简单的锅具 然后去把它炒它 让这个腊肉煸炒 就是你要做这种煲 就是不能够偷懒 不要想说要快 现在很多速成法 都很快 其实像这种江浙菜 这种中式的老菜 它们都是需要一点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现在在家里面应该是 你就专心做一道菜 对 那你其他配菜的话就简单 比如青菜烫一下这样 但是你可以专心地 做好这一道菜 没错 那你主菜就是一个 所以你看现在有这个 腊肉的香气 然后有这个很浓厚的黄鱼味 整锅已经不大一样了 那我们就丟了腊肉 丟了洋葱 因为今天我们这些食材 前次作业都很简单 对 很快速 对不对 腊肉切一切很简单吧 对 洋葱也是 就一锅到底这样子 这姜片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先把这些 有底韵的东西 先让它味道才能够先展现出来 好 我们丟一点点的葱段就好了 葱 先丟白色的地方葱段 这绿色我们最后再丟 丟点葱白 这白色 白色 好 这个鱼 好了 蘸好了之后 我们就下高汤来煨煮它 好 好 好 丟高汤 这大方可能你可以用你 有时候煮排骨 或者是煮鱼 真的烫过的也可以 所以有什么汤都可以用 我前一天做排骨汤 我就丟排骨汤 对 然后最棒的就是你看 这个鱼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你汤下去之后 它就变成乳汤了 它就 对 但是外面那种很白的 那是加牛奶 对 加牛奶 但是如果是一般 你看它就开始有点白白的 这就是正常的鱼汤 对 就奶汤的感觉 奶汤 我们中国人说奶汤的感觉 好 我再多加一点点 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要盖锅盖 因为它待会会去滚 那它滚 滚贝的同时 滚的时候那油跟水 然后它就更白 它要去撞击 撞击它就更白 所以我们先让它 稍微先滚一下 先让它滚开 好 几分钟 我们滚开大概三分钟 让它先滚开 好的 我们让它滚开三分钟之后 然后再看接下它做什么 来 赶快来看 三分钟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颜色就对了 对不对 就是要那种白白的 它这有点米白 米白它不是纯白的 纯白的很奇怪 它是这种米白米白的汤 它是油跟水在里面乳化 对 还有它那个就是 我们那个黄鱼里面 那种很纯厚的蛋白质 然后它那个全部把它 释放出来之后 这样撞击的 它就是那种乳汤 这种乳汤已经出现了 这比方说鱼本身的油脂要够 对 鱼本身的油脂 而且要够新鲜 够新鲜 要不然起来它会浮力成油 会炒抽 对 它很香 很鲜 好 我们把这豆腐丢下来 好 这豆腐丢下来 稍微把它剥开 再滚 再滚一下 然后这时候加别的料 我们这边还有白菜 白菜 现在丢熟了 对 这白菜就直接把它丢下来 其实我们刚刚盖锅盖的 那个步骤就是要把它的韵味 把它的底韵给呈现出来 这时候出来 基本上你只要把食材 放进去就好了 煮软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个食材煮软 稍微微一下 那我们不要吃太多的芡汁 所以我们待会勾点锅芡就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利用浓缩 让这个汤汁浓缩一点点 那种烧制的过程让汤汁浓缩 这样就已经很香了 有肉也香 有这个鱼香 就鲜了你知道吗 对 这是别有风味的勾复 对 对 你看这个 把白菜也煮软了 好 白菜也煮软了 好 我们勾一点勾芡 勾芡的时候 我们稍微搖晃一下锅子 因为你如果说把它当汤的话 可以多加一点高汤 对 所以也不用勾芡 对 但是如果把它当砂锅煲 那个感觉的话就这样做 好 好 最后呢 我们就撒上我们的 冲的葱 葱 葱 对 这是蒜的 这最后加吗 对 蒜最后再加 好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这是什么 酒吗 这个是 来 绍心酒 对 这个季节就要来一点 对 黄酒类的东西 黄酒类的东西 浓浓的 这时候呢 就是储存能量的时候 好 这样子就可以 我们就让它上菜 这是不是 你看又有那个绍心的味道 对啊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大家该聚在一起吃饭的味道 所以最后呢 我们放上一点点的 蒜苗 这个天气到了 吃这个蒜苗 好 蒜苗出来冬天就倒 好 脏了 就是我们的黄鱼豆腐堡 好香 真的要这一点点黄酒 很香 来 试吃 用吸的就好 它甜味不会不见 它很甜 都在里面 鱼 煮久会比较干 它这个其实一样 保水度还是非常地好 黄鱼不会 黄鱼越煮越好吃 这样煮过之后 其实它这个黄鱼 这个黄鱼变得 又像豆腐一样了 所以你用吸的 这样轻轻的这样 鱼肉就省得上来 好吃 而且很香甜 然后再配上这个 那我吃到吃吧 对 吃上这个豆腐 黄鱼真的好吃 这样子煮 那个味道 熟煮 它味道不会不见 而且它很嫩 还烂 还软 所以以前老爷家爱吃黄鱼 有道理 是 以前就是常说 就黄鱼最适合老人小孩吃 对 因为它养分其实很好 就像包含有一些生病的 其实黄鱼在古时候 它也是要鱼的一种 是要鱼的 是拿来调和身心的 是很棒的东西 这种九组的鱼 黄鱼真的很适合 它蛋白质也不至于 破坏得太厉害 很好 而且你用这个黄鱼 煮出来的汤 还有这个腊肉 这样煮出来的汤 去包这个豆腐 其实豆腐也很有味道 这季节真的要加一点点黄酒 今天这是一夜干 你看 煮起来 没有那种鱼干的那种感觉 它完全就是好像 恢复成原本的一条鱼 对 没错 你盐不用加太多 没错 刚好 对 这是一个鲜鱼味 对 吃起来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夜干 没错 味道还是很新鲜 好像生鱼的味道 最主要是很方便 你买黄鱼回去 你要处理吗 那实际上一夜干回去 你只要剪开 然后不管你要煎煮 其实你哪里炸也可以 它是在外海十公里的地方 它自己活大 自己长大的 对 因为我们没有给它东西吃 我们没有加 强加我们的意志在它身上 对 它自己爱吃什么 在海里吃什么 对 只是说有个范围这样 所以是最健康 最银养 最天然的 没错 非常好的东西 好吃 黄鱼复活了 是的 多吃一点 谢谢 牛肋的麻辣锅 低香 牛肋香 牛肋香 但要点滴油赶快 红双头进来 红双头 你不是什么 我怎么以前吃都没有吃出来 好 你看这个香气 香气都不一样 好多别煲了 怎么办 这时候 要先变成转大火 你这样麻辣的效果 才会在里面 就这个感觉 就这个感觉 可以菇类什么可以上来的 好好吃的 这个咸香牛油味 对 好多再炖过 可以去卖了 好好吃喔